我想問一下俗華議員的事 你也曾經跟基態建設交手過 這個都發局寫這樣的公文 是致氏公文 還是說特別優惠於基態建設 而當這個都發局 疏於監督的時候 都發局難道就是像講的 該換就換就這樣嗎 其實裡面太多的貓寧 而且裡面真的有疑似官商勾結 不予列管這個部分 我覺得這個官員可能必須要去 去施氏官司了 就是寫這個公文真的出事 可是你證號就說 他可能是25號倒置26號寫這個公文 怎麼會這樣寫 不管是誰 反正只要發出這樣的公文 他就必須要負責任 我還有一件事情要跟大家報告 為什麼我之前9年前 就覺得他疑似在官商勾結 當時我能用處理的手段就是 像現在大巨蛋一樣 大巨蛋現在使照是不是還沒發 我必須要所有的東西 檢驗過以後 我才發你使用執照 那才算所有的ending 你才可以開幕 也就是說使用執照發了以後 你才可以去賣房子 或者你才可以讓民眾來 開始交屋之類的 那時候我就卡他的使用執照 可是卡他的使用執照 後來他背後很多的壓力 來自不同的壓力 我後來才知道原來 原來董事長背後的 背後的壓力很大 背後的關係很好 他政商關係非常好 他當時當馬英九 跟柯文哲 還有好龍斌任內的時候 擔任督發督記委員 跟台北市的都發局的規劃的 還有地幕變更公告地價的調整 的委員會的委員 也就是說他其實背後 有很大的政商關係 所以我是裡面的 比如我們在開這個會要調節的時候 他其實是調節委員之一 所以他的案子 當然他可能跟 建商為什麼不喜歡做調節委員 因為高鴻安的 接下來要做民政處長的 施淑庭的老公 也是調節委員 這個也是調節委員 他們最多糾紛當委員 自己來調節自己的 這個會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我如果是調節委員 那請問一下 我是不是可以跟大家關係 處得非常好 那請問我的建案 我的案子到時候在租審的時候 是不是也 相對大家都關係好嗎 那是不是會有比較方便的方式 我覺得檢調應該好好調查 另外我九年前 所以你聽到昨天 陳怡君被人家跟 然後被噴噴噴講 你不意外 我不意外啊 因為之前我壓力也很大 我一個人撐 我要跟大家報告 使照後來還是發了 就是因為使照發的那一刻 我馬上開記者會 你知道嗎 我把使照拿出來看 你核發的話 每個項目就像現在 大巨蛋一樣 我如果有30個項目 你必須要勾選 這30個項目都符合你 才能發使照 對不對 結果我那時候看的使照內容 所有的品項都沒有勾 沒有勾 連建築師都沒有簽 為什麼使用指照可以發出來 為什麼官員可以發使用指照 給這個建商 同意讓他可以開始交屋 這個很誇張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那時候才 怎麼會這麼方便 對 所以我才會質疑說 我是不是有官商勾結 為什麼建築師不敢簽 為什麼科長 股長還敢簽 還敢發這個 我請問你剛才這一坪賣多少錢 我們那邊啊 因為我那個地方是無新街的 其實很貴 那一坪要賣到150萬 一坪賣到150萬的房子 對 然後連建築師都不敢簽使用指照 不敢廢書 而且他們很囂張的是 我們開記者會 他們還派人到我們現場鬧 還去嗆民眾 說你本來房子就傾斜 然後還說 然後說他們不敢給我傾斜報告 根本就沒有傾斜 民眾房子根本沒有傾斜 是他們蓋了 他們打連續幣有才傾斜 我還是要回來 剛剛這個部分 其實他剛剛講 連續幣11.95 其實不用處理嘛 這個部分的問題是 因為他厚度也不夠 所以你看那房子倒下來的時候 連續幣是整個歪曲扭八的 如果要是他連續幣的厚度夠的話 其實事實上也不會這麼嚴重 我覺得基泰很聰明 困到被困難了 為什麼 因為現在大家算一算 拜託你的基地是這樣子 這塊受到你影響的 整個一樓變B1的這個房子 比你的基地還要大 好 那現在倒下去了 基泰你至少得賠個10億吧 10個億要拿出來吧 沒有 我跟大家報告 報告書簽了 一個發大條了 這個意向報告書如果簽 大家禮拜一去買基泰股票 一定賺翻 一定賺翻 我跟你講 這個意向書是最近爆料的 對不對 因為基泰很機靈 馬上 真的 甲方 地段 這邊的人 與基泰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稱以方 洽談核見事項 特立本意向書 以資信守 條件其實坦白講不錯 真的不錯 你看 甲方舊建築物 一坪換一坪 地下室送你個車位 如果跟市府協商過後 高宇一坪換一坪 我們以市府為主 另外補貼 我再另外給你 其實很多人會願意簽 因為現在這種都根 其實坦白講 很少一坪換一坪的 那一坪換0.5就算偷銷 可為什麼我說 這個東西基泰 如果真的錢下去了 然後市府假裝沒看到 趕快去買基泰股票 賺爆了 就翹到空腳翹 你沒看一看 基泰大值的肌力才這樣喔 才這樣子而已喔 才這樣喔 這麼一小塊喔 你只要改建的是 另外兩個大框框喔 你看拜託 而且我跟他講喔 一坪換一坪 TTA有優惠對不對 隔壁都幾樓 我去數過五成樓的啦 然後基泰大值喔 這種小基地喔 照他的容積獎勵 可以開到幾樓 我去看12樓 你母基地變那麼大喔 你可以開20樓30樓的建築 還變大社區 對不對 以後開區選會 議員都要去參加區選會 這個東西喔 第一個 沒有人這樣子的啦 維基變轉基喔 賺大錢 基泰股價現在13塊 禮拜五疊一塊多疊9.8 這個千萬馬上沒有26塊嘛對不對 我們大直的居民也不是吃素的 現在不知道簽幾張了喔 我一坪1.5坪也可以 基他也賺爆了嘛 因為他住五層樓啊 這一個 第二個 而且這房子真的不能回去住了 是不是 我跟你講 太危險了 就算你沒練 這個也麻煩吧 你剛好在隔壁你敢住嗎 那個已經 已經5 那個1樓已經變V2怎麼住了 他現在就 V1 V2的離開住到頂樓去是吧 然後3樓變1樓 完全變店面了 所以這個 怎麼住啦 這個肯定要重建了 對啊 重建是一個問題 第一件是給誰重建 怎麼可以給基泰這一塊 第二件是最基本的嘛 公安嘛 你基泰就不會蓋房子啊 跟益川哥講 你挖三層樓 地下三樓給挖到倒掉 那你再給他再蓋一洞是不是 這是最基本的 就是你就不合格嘛 好 第三件事情 基泰會被倒閉 我跟你講基泰會倒閉 趕快去假扣壓 剛剛講說基泰資本有50億對不對 短期要償還債務是95億啊 他在玩現金流的 他的流動性負債是136億 短期馬上要償還95億 你這邊一倒對不對 轉不過來就轉不過來 很有可能一轉不過來 後面又全垮嘛 所以基泰都要先假扣壓起來 對不對 所以這些事情都要有流程 然後不要再推給基泰 最基本毒發局長到哪裡去了 該換就換 所以這件事情到底 該負責到什麼地步 有哪些人是應該要 真正來面對負責的 剛剛講的假扣壓 市府已經在做了 那立委王宏威也去法院提告 告基泰建設 全部都提告啊 不管是立委 議員 明代 市政府 全部都要求自己打 陳警沒人說陳警 他要靠到遭遇人 他要表示他有在百分之百監督 他有去告啊 他也告基泰違反刑法 刑法第197條 這個技術的什麼什麼成規的違規罪啊 不管是他 因為收政治獻金的不是只有他 藍綠政治人物都有 他收了他一樣 罵得非常的兇 很多人就說 哎呦你怎麼收了人家這些 你又切割 他不罵不行啊 大家眼睜睜看他 你看他昨天那個直播畫面能看嗎 前天那個直播畫面 他如果不這麼做的話 人家說你再掩護他 再包庇嗎 所以他當然要第一個衝到這個法院去提告啊